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现造乔香26岁丁信男子在赖街市照片貌美的女子小青,经不住对方频频温情攻势色诱,昨晚7点多到莱尔富超商一口气要购买10万元的MyCode点数,因金额太过庞大,店员骑机警报警,警方赶到后费尽唇舌劝说,并举例此种诈骗老招,这才让丁男相信自己遭诈, 保住10万元,竹男分局造乔分住所昨晚接获超商店员报案,称有男子要一口气买10万元的MyCode点数,怀疑是遭到诈骗,请求警方协助,警员到场发现丁男面有男色,面对警方的询问也通通吐吐吐,雨带保留,经过警方苦心举出各式诈骗例子,丁男这才堵路行驶,原来丁男在网路上认识, 绰号小新的女子,因大头照片年轻貌美,且两人互加LINE聊天时也互动热烈,小新不断温言软语虚寒温暖,让丁男不禁坠入温柔箱之中,后小新要求丁男带购10万元的MyCode点数,并将密码拍照传给他后,就可见面并黑羞,丁男这才感到超商大撒重惊, 所幸超商店员机警发现有意,再加上警员苦口婆心劝说,这才让丁男打笑念头,竹男警分局分局长陈鸿冰今下午还特别前往超商颁发感谢状给店长, 让警民合作顺利阻止一桩诈骗案